大家好,我是田园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个不用发面一次成型的蔬菜小馒头 首先我们把200克洗净的菠菜切成小段 锅中水开后加入我们切好的菠菜 先给它们焯水两分钟左右 去除菠菜里面的草酸 接着我们把焯水的菠菜放入破壁机里面 再加入150毫升的清水 然后用果蔬件把它们打碎成菠菜汁 菠菜汁打好后我们把它倒入到一个干净的大碗里面 先加入4克酵母粉 然后用筷子先把它们充分搅拌均匀 再少量多次的加入大约400克面粉 先用筷子把它们搅拌成这种大面絮 再下手把它们揉成一个偏硬一些光滑的面团 接着我们把它移到面板上 先把它揉圆按扁 再把它擀成一张厚度约1厘米的圆形饼皮 最后用瓶盖或者模具 按压成自己喜欢的形状 都做好后把它们放到蒸屉里面 先醒发20分钟 然后冷水上锅 开锅后大火蒸15分钟 再焖5分钟就可以出锅了 这样用菠菜做出来的小馒头既好吃又营养 还有一股浓浓的菠菜的清香 经常使用菠菜既可以补铁补血 又能促进生长发育 增强抵抗力 非常适合老人和孩子吃 如果喜欢的话就试试吧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